Hello宝贝们,前段时间不是带大家去看了香料的香水展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可以去看我的这个视频 整个场馆非常的宏伟 然后我就陆陆续续把这些香水给盘回来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说到说到我自己最喜欢的前三名 我自己的嗅觉呢是偏向于木香的 不大喜欢太甜的或者是过于浓郁的花香 所以我挑选的这三支呢都是以木香为主 第一支是康明街31号 这支刚喷出来的感觉呢它是轻郁感十足 在绿杆里面它会隐隐的藏着苑尾 三分钟以后呢这个苑尾的香气会越发浓郁 因为苑尾根一般是需要晾晒三年才可以去体验它的香气 所以它的时间成本非常高 它原料的价格也很昂贵 在整个中调部分调香是用玫瑰和伊兰去修饰了苑尾根的脂粉感 所以在这支31号香气里面苑尾就显得特别的细腻 而且它的香气不甜腻 很适合在职场当中你去搭配一些职业装 男生女神都可以穿 第二支就是这支梧桐影墨 刚喷出来有非常明显的香根草的气息 有一点点微甜的感觉 但是这个香根草它没有干草气息 反而是很湿润的草木香 慢慢的你会闻到柏木和台香墨 所以它整个香气给你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净 仿佛在森林里面暴风雨过后 整个森林是非常寂静的万物苏醒 草木被雨水冲刷之后露出原来的本色 这是一支非常好闻的草木香 第三支狮子 这支刚喷出来是非常酸的柠檬 和微甜的糊涂 三分钟以后你会闻到广阔香的微苦 和一点点轻微的泥土感 它整个感觉就是非常清领的木香 一点点的小酸口 还蛮适合夏天来使用的中性风格的木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三支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Chanel典葬系列里面的三支木香 你想测评哪支评论区告诉我吧 拜拜